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为了目前中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 但是就在松辽平原的中心位置 却存在着一片低矮的山丘 据说这片山里埋藏着无数的金银财宝 这里因此被人们称为是大钱山 当地人说 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号称藏宝洞、金银山 但是真正能够发现宝藏的却并不多 而在这个看上去不大起眼的大钱山里 很多人都捡到过货真价实的宝贝 那么在这里到底埋藏着什么秘密呢 在一马平川的平原腹地 又怎么会突然出现一片山丘 这片名叫大钱山的地方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谜团呢 钱安县位于中国吉林省西北部 属于松辽平原的腹地 平坦的地势 肥沃的土壤 广袤的平原 使得钱安县成为了中国东北 农业和畜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然而在钱安县城以西三十多千米的地方 有一座传说中埋藏着无数财宝的神秘山丘 大钱山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有人在这片山丘中 发现了许多价值不菲的宝贝 当地人传说 这里的黄土下埋藏着一个神秘的古城 古城中的珍宝数不胜数 至今仍有大量文物有待挖掘 一时间 这座孤立在千里平原上的山丘 吸引了许多前来寻宝的人 李长河是土生土长的钱安人 几年前 他也曾经和村民们一到 进入大钱山寻找宝贝 然而 进入大钱山后 老李发现 这里的景色与周围的平原截然不同 这里 土风林立 沟壑纵横 道路崎岖难行 李长河小心地 在大钱山的沟壑和峡谷中 不停地搜寻着 寻找了整整一天 李长河却始终没在大钱山中 找到传说中宝贝的踪影 正在老李以为 大钱山里根本没有传说中的财宝石 突然 他发现脚下的沙土中露出了一个明黄色的东西 老李好奇地将土层剥开 这竟然是一枚古代的铜钱 终于发现了古代的东西 李长河感到十分兴奋 而此后的一个小时之内 老李又陆续捡到了好几枚铜钱 这让老李觉得 也许这片荒凉的山丘之中 还掩埋着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李长河将发现铜钱的消息 告诉了前安县文物管理部门 而文物管理部门 在李长河发现铜钱的地方 又陆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古代文物 这些文物不仅有骨头制成的生活用品 粘土烧制的陶器 瓦片 还有许多造型古古 手工锻造的金属器物 刀片 瓷片 瘦骨 还有铜钱 铜钱都是北宋时期的铜钱 这就证明它是辽带 大钱山的名字原来并非虚传 而且这里还发现了辽带的文物 在广袤富饶的松辽平原上 为什么会出现一片孤立的山丘 这片看上去十分荒凉的山丘下面 难道真的掩埋着一个失落的城郭 这里千钩万赫的奇异地貌中 有究竟隐藏着多少未解的地理玄机呢 为了破解大钱山的自然地理泥体 地理中国设置组来到了吉林省前安县 山下村中的一位大娘告诉我们 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曾在大钱山里捡到过宝贝 他自己也有不少 这是天玺通宝 元丰通宝 大娘告诉我们 天玺通宝 元丰通宝 都是北宿时发行的货币 这似乎印证了大钱山埋藏辽带古城的传闻 但是大娘说 要想捡到这些铜钱 不仅仅需要运气 更需要找准时间和地理位置 要刮风吧 活沙土刮跑了 就露出这个了 下雨就刺出来了 雨水大能从 老大娘对我们说 整个大钱山是一片东西宽1.5千米 南北长7.5千米的狭长山丘 而这些铜钱埋藏得十分隐秘分散 只有暴雨过后 在山红的冲刷下 一般人才可能有所发泄 那么在大钱山的众多山峰中 究竟哪里才是这些铜钱的埋藏地呢 摄制组辗转找到了 曾经进入大钱山腹地的礼长河 老李告诉我们 就在几个月前 他又一次进入了大钱山 这一次 他发现了更让他疑惑不解的东西 老李从家中的抽屉里 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他最新的发现 红武通宝 明朝初年 朱元璋统治的时代的 对对对 而另一枚铜钱是乾隆铜宝 红武通宝是明太祖朱元璋执政师的铜钱 乾隆铜宝却是清朝中期的货币 这样的发现让老李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在这以前 人们都认为 这里只有宋寮时期的文物 大钱山很可能是 辽国人埋藏宝藏的地方 让而明朝清朝货币的发现 让老李觉得 村后那片黄土中掩埋的秘密 很可能跨越了数千年的时光 大钱山这三个字 的确名不虚传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河口队员深入山谷 意外频发 危机四伏 隐身现坑 离其尸骨 隐藏多少未解之理 塞外大钱山 比比中国正在播出 在老李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大钱山东面 一片地势平坦开阔的草垫上 老李告诉我们 这是进入大钱山的必经之路 初秋时节 草木仍然繁盛 附近的村民在这里放牧 羊群悠闲地吃着青草 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祥可 然而老李却提醒我们 这片草垫虽然看上去平坦开阔 实际上 实际上却是危机四伏 这不禁让设置组感到十分不解 这里究竟有什么危险呢 然而不久之后 我们果然遇到了史料不及的情况 这个奇妖身的线坑 让我们开始感受到这片草垫的与众不同 但老李却告诉我们 在通往大钱山的道路上 像这样的线坑可以用数不胜数来形容 看上去平坦开阔的草垫上 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线坑呢 老李告诉我们 当地人传说 这些线坑都是古人为了保护大钱山里的财宝 挖掘出的陷阱 这些陷阱在夏天和初秋会被草丛遮挡 而冬春两季又会被大雪覆盖 因此不易被人察觉 直到今天不熟悉地形的人 仍然容易在这里摔断腿脚 在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草垫上的数百个线坑之后 我们终于进入了那片神秘的山谷 大钱山 进入大钱山 映入眼帘的是一道道黄土构成的山梁 和一座座土丘土丰 土粮蜿蜒远迂回 纵横交错 土丘和土风高耸孤立 形态特异 眼前的景色 让人感觉不到一丝平原风光 反而让我们产生了身处西北荒漠魔鬼城的错觉 在辽阔的松辽平原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片高不纵横 土风淋漓的奇异山谷呢 在李昌河的带领下 我们登上了一座土丘的顶部 正在这时 有人发出了一声惊呼 快过来 快过来 它这是什么 这是人骨吧 头盖骨 这是头骨 还没发现传说中的宝藏 我们却意外地找到了一块人类的头盖骨 在头盖骨不远处 我们发现了一些牙齿和其他骨骼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为什么死亡 他的遗骨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大前山腹地呢 老李给出了他自己的推测 这样的解释让我们感到十分惊骇 这个人难道真是因为寻宝而葬身于此的吗 地面上的陷坑 山谷中的遗骸 蜿蜒的山谷和林立的土风土秋 大前山的黄土之下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考察进行到了这儿啊 可以说是迷雾重重 大前山奇异的地形地貌和已经发现的铜钱遗骨 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异团 而大前山神秘的传说不仅吸引了我们 还引起了相关专家的兴趣 吉林大学的刘汉教授和前安县国家地质公园管理级的研究人员 银泳前也来到了大前山进行科学研究 于是设置组决定跟随专家的脚步展开更为深入的科考 在吉林省前安县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专家银泳前的带领下 设置组再一次进入了大前山腹地 当专家看到这些奇异的山丘后 他发现大前山里这些高耸巍峨的绝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岩石 这些起伏的山丘 其实都是由黄土一层层堆积形成的土蜂和土丘 在一些土蜂脚下存在着很多杂乱堆积的黄土 这些黄土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银泳前给出了自己的推测 塌陷跟它有落差之后形成的 等这个塌陷之后呢 再经过雨水的冲锁 现在就变成就一道一道的冲沟 原来通过考察 银泳前发现 大前山内的这些高耸的土蜂和土丘 后面十分整齐 他推测 大前山在很久以前应该是一片平原 是突如其来的地质塌陷 形成了现在这样奇特的地质景观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里的塌陷 这种地质塌陷和村民们发现的铜钱 我们发现的人骨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银泳前一时也无法解释这些问题 他也迫切地想知道 35万平方千米的松苗平原 为什么只有这20平方千米 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地质塌陷 接下来银泳前对这里的黄土 进行了仔细地观察 并且从中发现了一丝端泥 亚沙土沙性比较严重 但那里头含这种可用性物质比较多 所以那浴水之后很容易形成空穴空洞 就是形成空洞之后就容易塌陷 林永田解释说 亚沙土又被称为沙壤土 它是一种含沙量在20%至50%之间的土长 亚沙土的土块不像沙子那样松散 却又不像黏土那样致密 在亚沙土中含有大量沙粒和可溶于水的物质 使得这种土的保水性能很差 因此这种土壤在遇到流水侵蚀后 很容易流失和垮塌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 亚沙土易溶于水的特性 亚沙前在大咸山中采集了一些土壤样本 准备用实验来进行更仔细的分析 回到住地后 我们在专家的指导下 用亚沙土制作了一个土块 并且放到阳光下曝晒 等到土块完全干燥之后 我们用水浇在土块的表面 随着不断的浇水 土块表面开始慢慢被水溶解 并留下了一道道被水冲刷出的纹理 我们发现 这些纹理竟然与大前山土修的表面纹理一致 实验进行到这里 似乎已经证明 大前山是亚沙土层受到雨水冲刷侵蚀 继而塌陷形成的地质景观 这样的推测是否就是事情的真相呢 出人意料的是 这银永前在查阅了气象记录之后 却发现 前安县的年降雨量只有不到400毫米 而年蒸发量却是惊人的2000毫米 据此推算 仅凭日常的降雨远远不足以 让大前山地区的土层产生近百米的坍塌 而且这也无法解释 考察队先前在大前山中 发现的那些累累白骨是从何而来的 看来大前山中一定还有难解的地理谜题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求证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降水稀少 灵力的土层究竟从何而来 神秘的宝藏 害人的尸骨 真相如何才能揭开 散拜大前山 比比中国正在播出 为了能够进一步破解大前山里的自然密码 考察队找到了吉林大学的刘汉教授 刘汉 教授 吉林大学博物馆前馆长 现年85岁 曾常年在前安地区进行地质调查 刘教授告诉我们 大前山千沟万赫的地质景观 在中国的黄土高原上十分常见 但是黄土高原的大部分沟壑 都是夏季的持续强降雨造成的崩塌 而前安地区的年降水量远不如黄土高原 不足以造成如此大规模的黄土塌陷 如果大前山形成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降雨 那么究竟是什么呢 刘汉教授推测 很可能是因为这里存在的一些看不见的水流 地下水在地底下才永迟 使得产生浅湿作用 看似如此荒凉的地方 真的存在地下水吗 为了破解大前山的形成之谜 破解那些神秘空前的来历 科考队再次进入大前山寻找关键证据 正午时分 这里的地面异常干燥 科考队来到大前山腹地的一个沟谷中 开始尝试着挖掘 看着脚下的坑越挖越深 却还没有看到水的踪影 队员们心中的疑虑也越来越深 就在此时 负责挖掘的队员发现 被铲子带上来的已经不再是干燥的黄土 而是掠成黑色 有些湿润的泥沙 又向下挖掘了几十厘米后 地下水竟然真如专家推测的那样 逐渐出现了 这就开始渗水了 能看出明显的从那个角那 对对对 开始一点一点一点往来在流 对 这时考察队惊喜地发现 在刚刚挖出的坑洞底部 不断地有水一点一点地 从旁边的土里渗透出来 不一会儿 坑底已经积蓄了不少水 同时我们注意到 坑壁四周 故时有被水溶解的土块 在崩塌掉落 这样的发现 让每一个队员都感到十分兴奋 大前山中确实存在着地下水 出水的深度大约是1.70米 这样的发现 能够证明大前山是主要受地下水侵蚀 形成的自然景观吗 地下水的深度使得地面塌陷 塌陷中间就流出来一个小小包包 就是一个高地 那么这个高地的话 由于它的形态不同 就可以组成各种各样的 这种高的形态 刘教授向我们介绍说 这种景观在科学上被称为黄土前石地貌 其形成原因与南方卡斯特地貌中的地下溶洞极为相似 在大前山中 丰富的地下水不断地侵蚀地下深层的亚沙土土层 使得地层深处的土壤 逐渐被荣石掏空 上层的土壤在重力作用下 发生了大规模的擦陷 形成了大前山中 土风林立的奇异形态 同时 那些遍布在大前山周围的 所谓古人挖掘的陷坑 其实正是在地下水侵蚀的作用下 土壤表面垮沙后形成了自然现象 并不是人工挖掘 用来守护宝藏的陷阱 而通过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 专家得知 大前山一带从宋寮时期开始 就一直有人在这里居住 而那时的大前山 并没有眼前千沟万河的景象 而是一片广阔的平原 由于当时的人们 并不了解亚沙土层的特性 因此 他们选择了那些 看似黄土厚石 容易挖掘的高地 作为死后的目的 然而 地下水一直在不停地侵蚀着地下吐层 最终 随着地下水侵蚀作用的加强 黄土吐层开始不断地垮它 那些黄土中的墓室也纷纷露出了地表 在夏季大雨过后 古人的随藏品就被冲到了山沟之中 成为了大前山里不断被发现的宝贝 而考察队发现的白骨 正是一具古人的尸骨 至此 围绕在大前山的种种谜团已经解开了 专家们认为 在我国的东北 能够出现如此壮观的黄土前石地貌景观 十分罕见 大前山内高耸的土修 林立的土峰 是一种可以与卡斯特石林继美的地质奇观 被地质学家命名为 前安尼林 前安尼林 这个东北地区唯一的大型黄土前石地貌景观 被专家评为国家地质公园 因为它保存着东北平原 数百万年来一份珍贵的地质演变记录 同时 专家们在进一步研究后发现 在前安尼林附近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就一直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不久前 这里还新发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 青铜器时期的墓葬群 那些高耸威额的土峰土墙里 似乎还有许多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存 有待人们不断去发掘和研究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